原來要爭500禿頭 現在已經有226個人來報名了 那勢必還要更多 本來只要100 現在已經有200多個人來報名 到500可能有點難 剛破300了 來 至強 你是300分之一 我怕體檢那一關我會被淘汰 夠深強體重 只要保護自己 所以志強怎麼看 就是說這個禿頭 當然第一個造勢 第二其實也是有一些 保護安全的考量在裡頭 首先我要特別講 其實維安的問題 真的是不能輕忽 但也不要小看說今天 如果警方相當的特勤單位 基本上在這個維安的部署上 如果你真的多一點用力 多一點用心 是可以防止很多事情發生 當然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 每個人到心裡有一個 最清楚的一個 一個齒在那個地方 這場選舉 其實就是台灣民主 至關重要的選舉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亂子的話 我跟你講 台灣民主真的就毀於一旦 所以任何任何的一些刺激性的原因 尤其是對於人身安全 我不是只對韓國瑜 我說對所有的藍綠的候選人 我們都應該一律的唾棄 所有針對人身的部分 安全的部分 有任何攻擊性的言語 像這種言語的話 第一個我覺得大家都要唾棄他 第二個就是警方對不對 檢方對於調查單位 對於這樣的一個言論 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講這些話的人 他真的心裡是在什麼 你沒辦法去揣測他 所以他到底只是一個 就是隨便 零熱量 零卡路里 享受氣泡超快感 礦沛氣泡水新上市 各種可能性心裡的狀態 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說真的有一兩個人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麼事實上 既然他都已經有表徵出來的時候 你應該要防範於未來 所以我覺得在所謂的保安上 以及在所謂的一些犯罪調查上 我覺得這個時候 既然已經有人在恐嚇的時候 那你就應該要站出來 就是要把這個事件調查清楚 因為你如果能夠有效嚇阻 這些前期的一些恐嚇的話 對於實際上最後發生這種情況 就能夠有效的壓制 我還是強調 不是只針對韓國瑜 是針對所有的藍綠候選人都是一樣 另外針對我覺得500個光頭戰士 進到高雄這個事情 我相信今天在那個場合上的話 因為如果說大家都是光頭的話 確實在所謂的外觀上 你會產生一些比較一些 我們講說的感受 對 confused 這 confused的話 對安全上當然可能會有一些 我講安全不是說 怎麼打錯人的安全 不是 而是別人出手 基本上就不太容易出手 所以這種情況下 這個確實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我相信是 所有的人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自發性的是希望說 因為這場選舉太過重要 我們必須確保他安全無語 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的情況之下 順順利利的完成 我講白了 不管是韓國瑜當選 陳其邁當選 都一樣是選舉的結果 但是不能讓他中間 產生任何的差錯 一旦有任何人生的差錯 已經就不是藍綠的輸贏 而是整個台灣民主的崩壞 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所有參加 這個所謂的500壯士 進到高雄的人 我相信都有這樣的一個 榮譽感在心裡面 就是希望能夠在這種情況下 形成一個安定的 一個保護閥的力量 不要讓任何滋擾 任何破壞這場選舉 的一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這是第一層意 當然第二層意就是 在高雄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很多民眾 其實在心裡中 已經看到高雄的困境了 大家都把矛頭 民主黨把矛頭針對韓國瑜是錯的 韓國瑜固然自己 有很多獨特人格特質 使他成為大家期盼 就是翹首去盼望的一個出口 可是今天如果不是說 今天這一棵大樹 民進黨來治理高雄這棵大樹 根本的根腐爛掉的話 不會到處葉子落得一塌糊塗 不會說今天民怨到處是怨聲載道 沒有這個民怨 我跟你講 就算韓國瑜這樣的人 也不可能橫空出世 因為他不可能成為出口 正是因為高雄有民怨 所以韓國瑜這樣的人格特質 把民怨變成一個出口導引出去 如果民進黨到現在 陳菊 蔡英文 陳其邁 到現在還不認識這件事情的話 我跟你講這件 他們所有的出招 只是在加重韓國瑜的能量而已 是 你看今天我們看到志強 你男生你要落法 真的弄個大光頭說真的 都已經要想一想了 其實也還好 你願意嗎 不是說男生 我們這樣子 不行 我們是媒體 我們要中立 我也可以跟 你替光頭 我也可以跟秦邁委員一樣 梳一個西裝頭戴個眼鏡 也可以 我們要中立 但女生說真的 這真的 這是很糾結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說實在的 今天我們看到在座的 這位美英姊 美英姊也去剃了一個大光頭 這為什麼呢 你應該不會是為了要保護韓總 所以美英姊也有去應徵是嗎 你是要當義勇軍嗎 是的 來 讓我來講述一下吧 你的故事是怎樣 我的故事很簡單 我就是要挺韓總 要讓他起立 要來改變我們高雄的經濟 很可憐 我們的商家 坐一坐肝 人越來越少 這樣不是越來越窮嗎 為什麼我們的街道人 越來越少呢 你就知道了 十年前跟十年後 不用說 四年前到四年後 都沒看到 這樣光光靠進來 越來越少 這三家怎麼沒錢都賺 怪問的怪問 庫在那邊 甚至 他們都沒想到 跟一些文子館 建設這一些錢花去哪裡 三千 三千 三千億花去哪裡 我跟你說 韓總你來當選 就這樣 知道說 陳吉你這個欠負債的錢 是放在哪裡 是花在哪裡 他現在他們要召集 要召集什麼 不可以讓韓總韓國瑜當選 來維護他們的大本營 民進黨的大本營 為什麼 因為他們嚇他查账 所以 安保高雄人 我遠到高雄來這裡 我也是一個 這樣義勇軍 我希望大家來 帶韓國瑜 讓他做這樣的市長 他乾乾淨淨的人來查账 那我呢 很想要 來 繼續 來 林姊來 我走出來就是要 讓台灣人知道 咳嗽 咳嗽什麼 啊 我也台灣人了 我聽說 你 要帶給這五星人 來做這樣的市長 我今天 志願義勇軍我拜票 我拿手舉牌 我拿這個 每天走 彩帶背著 我去做什麼 我到十字路口拜票 我到菜市場拜票 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很多事情 好 咳嗽 咳嗽 你不要 你不要等我拜票 來這裡喝酒 我說 他不會對 韓國瑜不會對 他如果對我輸你 我跟你說 我拿一萬塊 他如果當選 他如果當選 韓國瑜當選 我一萬塊就沒去 所以我沒有可能 投給他 這賭局 他我才有錢 我拿一萬塊 他沒有錢兩千塊 這是我們的路主 叫我說你不用走 你不用看 我說 哎唷 我們這些好朋友 你這樣就不對 我們台灣人不會這樣分 不能分 這個外姓跟我們台灣人 我們學了人 不能這樣分 都是 都照會 都一樣 你生長在這個高雄市 這個台灣的地 我們都是好子民 好好一起來為我們做事 有一個這樣 這個向勇敢 要站出 替我們做給無的人 還有這麼魄力 很有心 你是怎麼賣給他 換他做看看 你知道我拜票怎麼說 好了 二十年了 那水流到歐媽媽 五湯還給他們做了 你知道嗎 換水了 換人做了 已經黑了 還做了 還是黑 我跟你講 他們的腦袋走這樣而已 他們的腦袋只有這樣子而已 再這樣 他們怎麼做 也是這樣思維而已 他們不可能再改變 說要做什麼 不過韓國瑜 韓總 人家有魄力 他要轉換不一樣的跑道 不一樣的思維 不一樣的政策 來為我們高雄市 繼續的 讓他的經濟 成長起來 這樣跟一堂 換人了 你知道嗎 我貼地 我最近走的貼地都在哪裡 在民進黨 會票倉得多的地方 新別的地方 比較森綠的地方對不對 我都走那裡 我貼地跟他們走 那裡有什麼氣氛的改變嗎 你都不知道 那邊大家都 你跟他們說 你都不知道他們大家那落魄的 好大家民進黨的民眾都這樣 很霸道 也很強勢 你不來這次 走啦 我們這裡都議合 議合 不是你 走 我說 哎唷 大哥 大姐 我都台灣人 我也台灣人 為什麼我要聽這個韓國瑜 多聲音 他們後來有被你說動嗎 來 我在當中 那些人在公園那些 由菜市那些公園 有人的我就怕了 結果 有人跟我說 你也去那裡 那裡有人找男生去說 恐怕這樣 真的 恐怕這樣 你再跟我說 你跟我說 你等一下你不怕怎麼打 我說我不會怕 誰打誰都不知道 我有恐怖的人 結果 我講完那裡講完 那裡有十幾個 那裡講完 那些人已經心軟了 動搖了 又看到我這個頭 有人說 阿張那就是你 剃頭那就是說 是 很多的女性 對我感動 美一簡 它比較不一樣 很多人的支持方式 可能捐款 或者可能到這個 造字場合 加油 吶喊 助陣 但美一簡聰行動 他的行動包含了 到深入選軍去 說服那些選民 包含了他把自己的 逃替的跟羅志強差不多一樣